是 现在 进完球之后呢 其实第一时间 多名的方向队员传过来 传得不错 加里波 有远车的机会 稍稍偏出了球门 开场之后的第一次有威胁的射门 马上里波夫怎么选择 这球四传四射 并不是太好 B0A 机会开C罗 C罗选择直接打门 被封堵 C罗开场之后的第一次射门 这球 看一球 C罗应该是要打 C罗助跑 C罗这球来了 打到了人墙上 小球 这个球啊 有点危险 文静阿奇迪呢 也是文托起家 托尔迪 有机会 左脚漂亮 打到了立柱上 罗德里格斯 就是简单 一个边线球的配合 第一点抢的还不错 C罗看怎么处理 波得不错 加里波 再给C罗 C罗有机会 C罗左脚 C罗 C罗进球了 1比0 C罗守护了他 105天之后的运动战手球 C罗帮助球队 首开记录 托特联赛的第二个进球 再来看 没问题这球 肯定没有约位 这样的话 C罗终于打破了 自己运动战的进球荒 右脚一停 领一步 左脚一打 质量真高 这手足助攻的是 加里波 再看 文静蹭了一下 但是还是没有 托特长期联赛的 第三场比赛 第二个进球 上场进了一个点球 这场运动战也扣门了 状态是越来越好 C罗 这会儿仰天长探 还知道这个进球 对他有多重要 先看这个球 进攻投入的 还是队员不够 这两个人 把后方线就给敲开了 还完成了打门 定位球 一点 进攻队员还是蹭到了 纳吉 能不能一下做出来 好球给C罗 C罗的机会 C罗 C罗来了 C罗来了 没开二度 C罗 沙特超级联赛的 第三个进球 第一次没开二度 今天我们还会 见证帽子戏法吗 这下肯定是没有越位 拿下来 加里波 这下 感觉 不像越 他这球可能得划一下线 这下 C罗处理的 就蹚了一步 还穿了一个当 这个球 门径阿迪亚 今天这两个球球 C罗那球打得巧 瞄着你小门大的 这个球 可能得划一下线 大概率也是不越位的 C罗标志性的庆祝动作 2比0 这个镜头来看 是 是要跟上 没问题 进球有效 C罗可以尽情的庆祝了 2比0 C罗完成了 没开二度 折运 折运 B